海洋捷徑基金會 首先 我要特別歡迎 荷蘭海洋捷徑基金會國洋執行長 出席這次的論壇 國洋執行長所推動的海洋垃圾親旅 是一個相當具有創意 而且令人振奮的計畫 我很期待 我們能夠有更多交流 合作的機會 同時 我也非常榮幸 能和第二屆總統創新獎的得獎者見面 各位所致力的創新研發及人才培育的工作 都為臺灣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注入了關鍵的動力 對我來說 創新的意義就是在這裡 創新可以驅動經濟發展 也能夠創造社會價值 創新可以把互相衝突的事情 變成互相補強的元素 當然 創新需要有好的環境 這就是政府的工作了 我認為 創新至少需要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 要有一個開放互助的社群 把不同的新創的團隊 技術人員和投資者連結起來 第二 要有足夠的試驗場域 可以讓我們的創新技術有具體應用的機會 因此 我們推動的5加2計畫 就是希望在各地找到不同的創新社群 例如 在亞洲矽谷裡面 我們不會把過多資源投入工業區的開發 而是結合國內外研發人才 資本和生產部門 把他們結合起來 把萬物聯網的生涯系建構出來 特別是在新能源 城鄉更新 醫療照顧等 都有迫切的需求 創新活動如果能夠更活絡 更活絡 就可以增加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 改善從業人員的薪資 而且臺灣人的生活品質也會不見提升 這就是我們規劃產業 經濟 乃至於社會政策 最重要的出發點 最後 我要特別引用在場的 謝榮雅董事長說過的一句話 他說 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是設計力 同樣的道理 我相信 在問題意識從事創新 就是在設計一個更好的未來 讓我們一起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謝謝大家